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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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后我一定得得到 所以为什么总有一天你一定可以 遇到这个功德华海 成为这样的功德华海 因为这是师长佛陀无量解释的头目脑 所以而且誓愿一定要赐给我的 所以两个 第一点跟第二点加起来观察 为什么我修行会历经风雨艰辛呢 因为我以前造作太多不修行的恶业 对修行造了很多违缘 那反过来讲就是什么呢 反过来讲可是呢 这个修行最美的那个终点 那个千数万数梨花开的终点 其实是师长佛陀他们无量解难行苦行 是誓愿一定要赐给我的 所以才会说 修行人一定要有一代见宽终不悔的决心 你把这个想清楚之后你就知道说 我们为什么一定决断要有一代见宽终不悔 直至成佛一子善之士永不退心 我记得我以前我讲过一个公案 大家也可以稍微体会一下 就是有一次呢 其实我们很多年前 那时候师父在法会 那师父都会亲自帮大家授这个八观在戒 那不管出家人再家人都觉得 哎呀那能够亲自接受师父传授的八观在戒 都是很难得的因缘 所以就大家都会去授 那当然出家人不能授居士的一般八戒 出家人授的要么就是授大圣八戒 意乐上要很清楚 那就有一次就是在法会里面很殊胜的一个机会 然后师父要给大家传戒的时候 你们有授过戒的人都知道 那个正受戒的时候 不是就是我弟子 比如说我弟子如俊 归佛归法归生 对不对 念三遍 这三遍是法式的行为 第三遍念完就会正式得到戒体 那师父传戒的时候 就每一遍都是师父先念 我们再跟着师父念 好那结果第一遍 师父念 我弟子某某 归佛归法归生 我正准备要开始跟师父念的时候 我准备要开口的那一刹那 突然我后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声音 他可能是觉得跟师父受戒太难得 心里很激动吧 他就 哇 弟子某某 归佛归法归生 非常大声 超大声 那我那个时候 这个出家也没有很多年 没什么修行 刚好那个时候 我这个 我对后面这位 刚好有一段时间持续在观过 所以呢 已经在观过 那时候他这时候又出这种声音 我就会 心里就更不高兴 所以我就心里就蛮神奇的 那 觉得被干扰蛮神奇的 可是蛮神奇的 我就开始很慌 发现我自己生气之后 我就开始心很慌 为什么很慌 因为现在正受戒 对不对 你要准备跟师父好好认真念 你现在怎么可以生气呢 对不对 所以我发现我生气 我心里就很慌 那我想 对啊 我要受戒 我怎么可以生气呢 我心里就很慌 我越慌我就越生气 都是你害的 越生气我就越慌 然后这时候第一遍 师父已经念完了 我就 等于没根一样 就有念跟没念一样 那后来那时候就觉得 这样不是办法 三遍要是念完 没有受到戒很麻烦 那 那时候就看着师父开始祈求 看着师父开始很认真的祈求 然后师父的确有很大的加持 大概祈求之后没多久 我马上就一刹那间 我就想起一个往事 也没有很久 大概离这个 离我这次受戒 大概之前 大概可能几个月 不到一年的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 这个真如老师跟师父 起白起请过之后 师父也觉得说 要这样做 就是说 这个要推动 这个出家人跟在家人 大家很认真的送波罗经 同时还尽可能的去全世界 供养所有的这个比丘生团 也是提醒他们能够送波罗经 然后回向这个教法的建立 能够顺利 那就在那个时候 因为刚开始推动 鼓励大家 希望大家愿意多送波罗经 所以我们刚才也在生团 我们试验各种方式 就是只要大家愿意多送都很好 所以刚开始 我们有一种试验的形式 就是时间到了 好 大家都进教室 然后一进教室之后 每个人送自己的进度 爱送多少送多少 总而言之 那一个小时你都要送 那其实我一开始就知道说 虽然那个时候师父 对绝大部分人都还没有开始 这个公布真如老师的身份 但是因为我已经因为师父的恩德 去见过真如老师 所以我也知道 这是真如老师对师父的齐情 师父也确定要这样推动 那我自己个人又对送波罗经很相应 那我就每天都送得很高兴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其实我在送的时候 我出了一些问题 但自己没发现 其实我因为很兴奋的关系 其实我送得很大声 我们那个教室的墙壁 好像都是我诵经的回音 可是还有别的法师在诵啊 所以第一天诵 我很高兴地诵 第二天诵我很高兴地诵 第三天 终于有一些法师提醒我了 他们提醒我的时候 我就突然 原来是这样 我想一想 对哦 墙壁都是我的回音 我可能真的太大声了 我突然想起那个往事 突然想起那个往事之后 我就突然心里明白了一件事情 明白了什么事情呢 你们说我明白了什么事情 对 我以前没有造干扰别人修行的业 现在人家为什么会在我修行的时候干扰我呢 对不对 一定是我以前有造干扰别人修行的业 所以现在我修行的时候才有别人干扰 如是因如是果的道理 虽然你不能说 就是我几个月前诵经干扰人家 感觉的果就是我现在受接被干扰 如果你观察仔细一点 我诵经干扰人家两天 我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 是不是代表我这方面的习气蛮重的 习气重就代表过去常常干这种事情 所以一定是我过去某几次 造的这种干扰别人修行的业 现在赶果了 所以变成我受接受我也被干扰 就在那一刹那突然想通这个事情 想通这个事情之后有什么好处呢 那时候我明白 我现在当下是一个恶业感果的状态 对不对 那既然我当下正在恶业感果 请问那我正在 当下的我正在一个恶业感果的状态 这时候我怎么办呢 对啊 这时候我正在 我当下正在因为我以前造作的恶业受苦的当下 我心里当然就只好 我弟子如俊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那时候师父正好念第三遍 我就紧跟着念那个第三遍 念得特别认真 特别虔诚 我当下正在因为我自己恶业感果 我没有别的路 我只能求救嘛 皈依就是求救的意思嘛 所以第三遍念得特别认真 特别专注 特别用心 结果那次受戒是我这一生 几次受戒里面 我觉得体会最好的一次 但是在那个当下呢 背后那位声音还是很大 他越大声我就越觉得我要认真求救 所以那次受戒反而变成我体验最好的一次 我要说的是什么 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那个问题 为什么你修行的时候会经历风雨艰辛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过去生造作了很多不修行的恶业 所以现在你想修行的时候 才会有这个风雨艰辛 也不用怪别人 也不用怪别人 但是记得什么 这个千数万数梨花开的这个功德花海呢 是师长佛菩萨无量解舌头木脑水 一定要赐给我的 所以我最后一定会得得到的 所以对眼前的我来讲 最重要就是什么 要有一代见宽中不悔的决心 知道吗 感谢观看